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 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 美国务院通告 华为中兴涉嫌古巴间谍活动 要重判三男参与猎狐 在美国被定罪中共急撇清 画出大使,潜艇获购者分享恐怖经历 氧气剩下12分钟 防中共获新技术,欧盟强化出口法规 台积电,英特尔,落地欧洲,三星想跟进 港警移澳,仍关注 许志峰说,协助暴政必要付出代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务院通告,华为中兴涉嫌古巴间谍活动 国务院6月21日说 中共所属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进出古巴 开展中共在海外对美国本土的间谍监视活动 美国将严厉打击中共在古巴建立的间谍机构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说 总体来说,我们正是监视和回击中共在世界各地 扩大军事安全存在的任何企图 并时刻关注中共对美国的潜在影响 他说,中共政权将继续努力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 而我们将继续努力瓦解他 我们的专家评估,我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 减慢了中共的步伐 但挑战依然存在 我们仍然对中共在古巴的长期活动感到担忧 帕特尔发表上述言论那一阵 有报道说,中共正是积极努力加强它在古巴岛上的监视能力 该岛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只是约100英里 岸上有很多美国军事设施 华尔街日报缓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 川普政府的美国情报显示 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讯公司华为同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 可随意进出中共在古巴的设备 涉嫌在古巴开展间谍活动 据报道,北京和夏湾娜正是谈判一项 在古巴建立新的联合军事训练站协议 这个消息是在布林行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后披露 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吉梅内斯 在谈到有关中共在古巴的活动的报道时说 这个并不奇怪 古巴是一个对手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损害美国利益 中共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将成为盟友 共同寻求削弱美国的力量 当被问及中共相关军事活动时 布林肯说,他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会面时 非常明确表达了华盛顿 对中共在古巴的情报或军事活动深切关注 美国官员已经和一些中共 希望扩大他们情报或军事活动的国家进行接触 并在减缓这些努力方面取得一些成功 他说,这是我们非常密切监控的事 我们对此非常明确 我们将保护我们家园 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利益 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 柳沙姆说 从另一角度来看 间谍设施和军事训练站都清楚说明北京是怎样看待和华盛顿的关系 说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良好关系 有些事是不会做 对他来说,这是中共有自己目标的有一个迹象 他们有进攻计划,他们只是执行它 要重判? 三男参与列湖在美国被定罪,中共急撇清 两名中国公民同一名美国公民因参与中共的列湖行动 在20日在美国被判有罪 面临最高刑期从10年到25年不等 他们被控对居住在新泽西州的前中共官员徐进 和他的家人进行骚扰,逼使他回国 两名中国公民,一个名叫朱勇,被裁定犯有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 跟踪跨州跟踪串谋和串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等罪名 另一个名叫郑聪永,被裁定犯有跟踪罪和串谋跟踪罪 针对他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有关的指控,则被判不成立 美国公民名叫麦克马虹,是一名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警官 后来成了私家侦探,被判跟踪和非法充当中共特工罪成 但合谋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罪名就不成立 检方说,在中共政府指示下,朱勇在2017年聘用麦克马虹 打探随进私人信息,监视随进的亲属并追踪他的下落 几年来,朱勇,郑聪永,麦克马虹和另外8人 合力以多种方式尝试促使随进回中国 美联社报道,在这些人中已有3人认罪 据信还有5人身在中国 他们所取取的方式包括在念书上 向随进已成年的女的朋友发送贬义信息 向他在新泽西州一名亲戚发送海浪信件 一名中共检察官甚至一度逼使随进的八孙老父飞往新泽西州 有衰哥仔返国 告诉他知道如果不回国的话 他的妹妹就会被关起来 在2018年,郑聪永还在随进的门口贴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话 你若愿意回大陆坐十年的路 我会通知联邦调查局 对此检察官在6月14日结案陈池中反驳说 麦克马虹不单知道中共政府是幕后黑手 还在新泽西州的连锁面包店内 和中共官员连交报酬 他说从事合法生意的人 才不会在柏内拉面包店收到一搭价值5000美元的现金 朱勇的律师Calvin Tone就说 朱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外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 不应追究他的责任 他说我们的政府应该教育他们提高警惕 而不是起诉他们 郑聪永的律师们说 他们对郑聪永被判跟踪 当骚扰罪名成立感到失望 又说整件事中他的参与非常有限 时间也很短 布鲁克林一个联邦陪审团对该案做出前述裁决 这是对涉嫌参与中共列狐行动的被告首次审判 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Peace在判决后声明中说 我们将继续坚持揭露并打击中国政府跨越国界 对美国境内受害人实施迫害的行动 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德默斯之前说 中共在美国追捕侨民 开了一个危险先河 违反美国法律并侵犯两国人权 画出大史 潜艇获购者分享恐怖经历 氧气只剩下12分钟 一手观光潜艇泰坦号 18号在进入北大西洋深海参观铁达尼号残骸后失去音讯 目前船舱里5人生死未卜 美国和加拿大正全力搜救 而50年前曾遇过类似事故的英国工程师罗杰 除了分享自己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之外 也感觉他们可能出了大事 据《每日邮报》报道 现年85岁的罗杰曾在1973年8月29日 和同事查普曼搭乘小型潜艇相遇座3号 前往海域特海埋设海底电纜 那次是他们两人一起进行的第325次任务 而当一切顺利完成 罗杰和查普曼准备收工浮上海面的时候 有个仓盖却无预警打开 一瞬间海水疯狂涌入 是经过26秒剧烈遥防后 潜水艇就飞速下沉到480公尺深的海底 回忆当时的经历 罗杰仍然心有余仔 他说这个非常可怕 我们必须花4分钟才可以浮上来 但却在短短26秒内沉到海底 罗杰说 当时我们受困的位置是之前任何水下救援深度的两倍 这个深度可以将纽约帝国大厦淹没 这个令他们感到绝望 虽然当时他们的通讯设备没有损坏 但由于位置太深 导致信号非常微弱 尝试营救的声音 亦被海豚的声音盖过 提到当时的处境 罗杰说船舱很冷 只得接视10度 但湿度却高达95% 这个让孤立无缓的两人 因恐惧而感到更冷 幸运的是 船舱还有一个三文字同一罐柠檬水 而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运作 于是两人就在舱内放置坐舰 减轻碰撞 同时为窃散氧气 可以过滤舱内二氧化碳的洗滴器 每40分钟才开启一次 只是因为开启频率降低 令它们感到头痛 而且纷纷肉碎 就在这个时候 海上也正是展开一场时间长达80小时 也是当时历史上最深的国际水下救援航洞 就在罗杰和查普曼被困在深海84个小时 氧气量也只剩下12分钟 感到很累和口渴的两人即将放弃求生欲望 那时 他们幸运地被救出来 而当时成功救援的最大功臣 就是美国海军的电纜控制海底救援车 对于泰坦号 这次似乎亦受困海底而且深度更深 对此感到惊恐的罗杰认为是非常可怕 而且罗杰有种不祥预感 因为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发送某种信号 也有可能是发生了严重事故 导致他们无法顺利传送信号 防中共获得新技术 欧盟强化出口法规 台积电英特尔落地欧洲三星想跟进 为保护欧盟领先的关键技术 降低被中共获取的风险 欧盟日前颁布新法规 而在台积电和英特尔先后宣布将在欧洲建厂后 竞争者三星亦心动想前往撤厂 综合媒体报道 欧盟新公布的一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联合文件 这份联合文件虽然没有指明中共 但重点提到如何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和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 降低某些经济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并保持最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和活力 文件中建议欧盟会员国应对以下四个领域的 经济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也即是供应链弹性风险 包括能源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风险 和技术安全和技术泄露相关的风险、 经济依赖或经济脅迫武器化的风险 在24日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高峰会上 预料这份文件的内容将成为讨论重点之一 进一步细节将在会后公布 随着英特尔陆续在波兰和以色列设厂 德国厂房也获得政府补助 台积电也积极评估到德国设厂后 两者的竞争对手三星也开始萌生在欧洲撤厂的想法 据韩媒报道 从欧洲希望在全球供应链发挥影响力 公布对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后 台积电和英特尔等先进半导体企业 都开始在欧洲地区大量投资 这个让欧洲成为继亚洲和美洲后竞争最激烈的区域 英特尔在欧洲时间6月18日 宣布将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兴建半导体厂 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外商投资 同时英特尔也早在爱尔兰和德国营运大型半导体工厂 并计划在波兰建设半导体生产和测试设施 加上在意大利兴建的半导体封装和组装工厂 整个晶圆厂将形成一条龙服务 英特尔还打算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研发中心 不止英特尔 准备在德国德勒斯耗资100亿欧元兼建半导体晶圆的台积电 最近也和德国政府谈判补贴金额的提高 面对竞争对手在欧洲攻城亮地 韩国三星也开始心动 最近动作频频 不止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德国务尼克和斯图加特、 瑞士日内瓦、荷兰·亚姆斯特丹等地 也进一步了解当地环境、考量后续的投资计划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三星尚未正式宣布任何在欧洲落地的计划 港警而阴隐关注 许志峰说协助暴政必要付出代价 一名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表现进取曾出停止证市民的港警 日前被爆已移民澳洲,引起当地港人关注 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说 已收到不少资料,整理后会向当局举报 以否缺他的申请 网媒《凌角20号》引述独家消息说 港警潘志峰在9月26日抵达澳洲 他英文名是潘志峰,警员编号13705 知情人士透露,潘志峰在反送中运动执行职务期间表现极其进取 对付抗争者从不手远 曾一度以为他博表现升职,没想到会移民澳洲 报道又引述另一网媒的法庭报道说 潘志峰是2019年9月21日元朗撕尿案的主要控方证人 负责拘捕,收集证据和观看闭路电视片段 潘曾在去年9月法庭处理该案时要求提前作工 以便他在9月26日移民澳洲,但被法官拒绝 并将案件押后至下月审讯 身处澳洲的前民主党议员许志峰在社交平台透露 潘志峰已移居澳洲坤士兰 以现时收到的资料来看,潘直接参与打压香港自由侵犯人权 违反了澳洲移民签证中良好品格要求,应被视为犯下反人道罪行 他的入境明显违反澳洲价值,损害澳洲利益,呼吁澳洲政府高度关注 许志峰感谢世界各地港人高度关注案件,又不断提供判示进一步个人资料 他说在整合收到的资料后,会在日内以最高姿态向澳洲移民及决策当局作正式的书面举报 列出该警员在香港的恶行,要求澳洲否决他的移民申请 许志峰强调,所有黑警情教律政人员、法官有份协助暴政 亲手打压我们香港人的,我们绝不会忘记,必要你们付代价!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收听!